哇,哇,今天来讲一下,昨天那个抢家案的那个所谓的嫌疑人已经位罪自杀了,这是我从媒体来没得到的消息,他们都这么说,讲是亚裔,是不是华裔,讲是越南人。 后来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学习了一样,上午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上ESL那个女培训的时候,怎么样,仿佛心理说好,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首先怎么怎么样自保,把门窗给关起来,不要再进来,有的人逞人想着什么,跟他干,知道吧,对吧,干是对的,知道吧,像这样的,在美国是鼓励建议委的,但是首先你要保全力自己, 你要叫我们的话,也讲对战术,是吧,你棍子打,你让人家知道打了,你棍子打不到的,我肯定给你讲,好,啪,一脚踹过去,到我再抬脚的时候就棍子上去,根本就想不到的,声东击西,要出其至甚,首先施离自己立不败之地,然后找准机会打,打的就是要害,在美国,像他这种, 行为行为,知道,打死是没有事的,几个部位,大木,下额,干羊圈,这个,这个来撑点不注意的是,他那个枪速度比较快,除非呢,他把我,他,和我直接对面的时候,他想把我给毙走的时候,那时候掏出了棍, 然后他棍子也扔出去,扔出去,扔出去,扔出去的方向,有可能是他拉枪的手,也有可能是他的太阳穴,扔出去,但这个取决于,你手里面有一个防身的柄线,目前为止,我们在这种摩大陆的时候,在倒是为了, 但是呢,在传道,但是我用双击棍呢,没有事情,双击棍可以憋在身上,憋着,很理想荣耀的,没哪个家,在大陆里面,带双击棍是凶器,这是一个,所以在美国,这个双击棍,对吧,能够健身, 在那种方向,赶上增加健康,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跟他,把这个健身往里面,健身往里面,练习,体育又不FX,实际上不练他,没用了,这是一个身体,想吃不吃的,减肥,就过来找一遍,特别有女孩子,这个章节管的东西,女孩子练得最好,不需要力量,全身倒起他跳舞的, 一招就会靠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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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引进去双脚棍操 玩玩你的掌握活力 全身的力量 不要瞪着 放松 美国的教育跟中国的教育约别的 中国如果发生了情况的话 很难鼓励你做什么求少人啊 做什么见义勇为的人啊 是吧 美国不要觉得做见义勇为的人 实现教理能够活着 所以你想想看 美国的军队如果在这两个团队 把他们十一半几个时候投降 以他们一般情况下 凭借现在的先进的火器 一般情况不会给你拼刺刀的 所以加大了火力 最新式的火力 想想看 那个时候打对越周围环境战的时候 所谓的对越周围环境战 其实是有智慧的 现在想想看 他那个战术真落后 死了好多人 你飞机导弹 你不用 还趁人们能讲什么 跟越南打 不要这个 你如果不用飞机导弹 你会死多少人呢 结果有很多 年轻的战士都死了 这个从不能程度上讲 无论从军事指挥的角度 还是从尊重爱兵的角度 爱兵首先爱他的生命 你知道吧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美国 美国每次打仗 都按摩一行 都是用最新式的武器 他们会死很少的人 但是有力的打击对方 无论是河湾战 还是 那个 对吧 后来你看了个 他们现在 针对阿富汗 包括针对 乌克兰跟那个 罗斯打仗 美国的现今的战手武器 我们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来知道 他首先等着保存自己 然后 打结底 减少自己的伤亡 虽然你看我们有双击棍就是的 我在考虑他如果有枪的话 他要直接对我 这我不注意给我一枪 如果我被打伤掉 对吧 我们的体力也好 恢复的也很快 但是如果被打死掉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们想我们这样的体制 他一想一想把我们打死 可能也很难 怎么办 因为呢 他给了我一枪以后 我忍住了以后 一想想看 我这个棍 无论是忍出去 还是他 我肯定其他的要害 当路 看洋穴 眼睛 看一脚 而且还飞起来出来 因为你知道人在临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镜子最大的 那个叫什么呢 就叫 绝地一击 对吧 快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爆发力 也是最厉害的 拼死他 实际上那个 你如果没有棍的话 不是拳头力量最大 是乞丐 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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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 双几宫被他锁喉 碰到这样的全景节的对手 你不把他先踏倒 把他抢给打掉 或者是使他立刻休克 那你这个双几宫 你肯定对付不了他 所以讲的就是李小龙讲的 就是讲不了什么呢 以无心化有心 以无照胜有照 要么不处处 要处处就是致命一切 看到了吧 现在给人感觉到一点杀起码 再来看看这跳跃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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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很简单 就练起来就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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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棍给搞掉了怎么办? 万一你这个右胳膊给人打伤掉怎么办? 所以要左右手护脖,所以才有两个棍。 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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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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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头的时候一个棍打出去 碰到个棍,接着不上 那很 那你这个平时要让我们给你练得了给啥子 这个棍掉了还有另一个棍 右手棍给它踏肥点了,还有一个左手棍 反正的时候腿要用好 腿不好练,腿要直至以后压韧带 腿不一样的,出齐 好 好 出齐之身 几个 死穴 人的脖子完结 眼睛 喉咙 当不 折 折 另按一十全,不按一折 切开 好 来 好 好 好了,就等了个轮台,你看看 练爆发力,练冠金的地方 你平时给人家塔架,不来应准备 不来应准备很招 人家对于清准夹的时候 做到一招之底 懂吧 美国社会 身体好还是主要的 但是你要学会搏技术 就要掌握出齐之身 和掌握人体的薄弱环节 以及人体 哪方面 最有优势 发挥一个长处,打击敌人的热力 有个棍比带刀还好 你要带把团刀的话 在美国 干嘛要要不行吧 那你带双揭棍就没事 人家今天的道理了吧 有机会一起来练练棍 你的身材漂亮 女士会减能减肥 男士会增加你的魅力 到这里 我看到那个地方已经解封了 就是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围起来的 今天也听不到直升飞机的声音 人已经死了 他已经自杀了 他现在调查他的邓吉 邓吉怎么能调查出来呢 可是 这个犯罪行为的主观性 主观里面保护邓吉 他到底为了什么 人死了 到武厅里面去 假装什么 警察也欠杀了自己 这些邓吉就是警方拱 他这个是人死的原因 还是有这个社会的原因 像我们这个人 我想他们来更喀了 老婆把我们没饭吃了 我们怎么办呢 管别民返 还是来说话 没有报名 只有报名 不是任章认为的 无论你们怎么样去说 再见